怎么 别紧张 是妈 喂 妈 我们挺好的 一切都很好 你就放心吧 你说什么呀 高涵 什么 叫我妈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儿子 有什么 昨天晚上谢伟华一个人去见高涵 突然响起了枪声 伟华怎么样了 当时伟华她 怎么样了你说呀 她 你 这是干嘛呢这是 丽华 现代人就是敢爱敢恨敢生活 对 行了吗 收奖 你这么坏小的 拿到某柄 拿到某柄 我可以有变子 但是这有变子 然后 吃会儿 就拿出来 好 已经不会有某个 诶 慢慢地 你看啊 这是黄满江的自杀会过书 从他写的这份东西来看 这案子似乎很明白了 打印的 他倒挺从容的啊 从秦家居被杀 到对董队开枪 包括陷害高寒 可以说写的是面面俱到 滴水不漏 听你这意思 好像还有什么疑点 有没有摊杀的可能 这样 咱们看一下 现场的勘察结果再说 好吗 对了 董队的那个矿区分布图呢 嗯 在这里 这四号警区不应该在这儿 怎么给挪到这儿来了 对啊 应该在山腰这里 董队是不是在查什么私矿啊 私矿塌陷造成了重大伤亡事故 怎么样 找到了没有 谁同意调局当案的 田局 为什么呀 我们现在怀疑是内部作案 找到了 等等啊 马上就出了 对了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缉在头 这样吧 先把这个案子的卷宗呢调过来 我想看看 好 小王 把高涵的卷宗给我送过来 罗处要看 过几天龙山又可以歌舞升平恢复平静了 一切天衣无缝 几个亿的投资对于龙山来讲又好厉害大 而且朱市长也正在晋升福正的关键时刻 他知道这个项目对他来讲有多么重要 陈总 再见 喂 王军 可高涵大你总罗处才看 好吧 好吧 还是吧 好 我们请我们刑警队中央组的谢伟华 给大家汇报一下龙山宾馆黄满江自杀现场的勘察情况 市长 天居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勘察呢 没有发现他杀的迹象 我将在约上叫你 怎么办 还需要 邻友 有点 勘察 我 真相倒白了 录音带肯定是有用 但是你也不能抱太大希望 毕竟林雄是个罪犯 你现在比我有原则多了啊 我还去找他伟华 跟他商量一下 好吧 拜拜 再见 但是有一个疑问 我们发现黄满江的警车 是停在宾馆的广场 而我们在地下车库呢 发现了黄满江的脚印 包括现场 宾馆的楼梯和电梯 所以说呢 如果黄满江的警车 是停在地下停车库 那就正常了 案子分析已经昭然落阶了 我们还是听听朱市长 给我们做个指示吧 我主管公安这一摊 可以说 今天终于吐了一口气 一切都结束了 是不是 黄满江是我们公安的败类 从他的家里和办公室里 搜出来的大量美金和人民币 让我们再次感到的触目惊心 当我们致力于龙山的改革开放的宏伟建设时 却有这样一些犯罪分子 在贪婉地吞噬着金钱 这并不奇怪 阳光下的阴影吗 我认为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了 过去是挂案 悬而未结 今天终于可以结案了 对于高涵同志 立即给予平反 恢复名誉 并报请公安厅 给予嘉奖 这是个好苗子呀 所以当列车上的劫持案发生时 我都不敢相信 这么优秀的警官 怎么能是杀人凶手呢 另外 对于董明 要报批市政府 授予劣势称号 惩恶扬善 这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法则 今天 我想借此机会 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 德国DF矿产机械集团 将和我是矿产机械厂 合资兴办 矿井安全生产基地 为此 我要感谢我们的公安 感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你们 忍辱负重 勇于牺牲 为改革开放 保驾护航 保驾护航 处长 罗处长来了 沈厅接到您的反应 非常重处 这位是沈厅的罗处长 专程来看你们来了 孟老师 好消息呀 高涵呢 已经彻底平反了 真的 并且恢复了工作 我们还准备报警公安部 给予加奖 太谢谢你们了 倩倩 美白努力 来来来 屋里请 屋里请 屋里坐吧 无了 回到龙山的第一天 高涵一个人来到 董明的墓前 他告诉董明 一定要完成 他未完成的任务 他知道 他绝不是一个人 在他的身后 还有无数的战友 和上级领导 虽然现在有些人 要把人们的注意力 引到黄满江的身上 但只能说明 他们潜驴济穷 欲盖弥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 你爱吃的老板鱼今儿可没有 嗨 黄满江是他啥 那这事难不可大 怎么了 你想连一向态度坚决的田局都说了 可以结案 怎么结 黄满江有这么大能耐吗 嗯 为什么 黄满江曾经放过我跟林雄一马 要不是当时时间紧迫呀 哎 我真想找他好好聊聊 哎 哎不是那 你们俩装潢糊涂 让大家高兴高兴行不行啊 哦对了 少一个人 美怀高兴不起来啊 谁啊 你走这一趟发生好多事你都不知道 别别别噢梁莉莉对吧啊 梁花我去打电话啊 你打电话别 班 星期天上什么班啊是吧就是啊 你要是打电话把它叫来的话 你可负责接待啊 没问题交给我了 是这语的怎么样啊 当时我眼见了一个大汉 拿把刀刺向组队 我开了那一枪 可没想到 突然出现一个穿西服的人 把董队挡在了面前 当时真不明白 董队为什么会这么迟钝呢 董队当时应该已经被盗位捅了 董队希望我们把这案子继续查下去 他很有预见性 甚至 预见到了他的死 如果当时你不跟着林雄一块跳车的话 你也死定了 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目的是想除掉我 董队还有林雄 不必须老师 不必须老师 绝了 老师 哎呦咱们吃吧不等了啊 怎么行那怎么成啊 这么重要人物不等 怎么回事不要那么自私啊 动作太慢了 人家人家还来的事不用等了 来来来来 哎莉莉来了 来莉莉来 谢谢啊 坐吧就等了 来莉莉那个 莉莉那位花交给你了啊 发发发 莉莉我们大家都不认识认退下 哎呦 你喝点什么 哎 哎 哎 亲手啊 亲手啊 那你喝这个吧 哎呀 喝亲手 别别别别 行了 有味鸡尾酒 咬匀点 那点牛汁都让你给倒 嗯 没错像咱们俩 来来来来 那个 谢谢啊 这个咱们应该祝贺高寒 凯旋而归 对对对 是吧来 谢谢谢谢 哦 主事长 坐 我也不想闹得鸡尘不宁的 可这毕竟牵扯到法律啊 陈总 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我明白 听说 市政府和市政法委 也都开过会了 这个案子 清楚的已经不能再清楚了 该抓的也都抓进去了 可是汪维明还是想挖呀 他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怀疑DF集团这个项目 那就查呗 这一查 DF集团就犹豫了 等事情查清楚了 什么事也没有 项目也就飞了 您说冤不冤呢 朱市长 上亿美金的大项目来之不易啊 我经济上受点损失倒没什么 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会不会 会不会市里面有人相装武剑已在配工啊 什么意思 最近外面有些传言 听说 汪维明也想竞争龙山市市委书记呢 有能力都可以干嘛 不会是空穴来风吧 朱市长 我和西方几个财团已经约定了 只要您朱市长执掌龙山 他们都会落脚龙山的 过不了几年 中央和省委就会看到一个崭新的龙山 你 有什么建议吗 朱市长 能不能让汪维明动一动 这事 我考虑一下 好 哦 朱市长 那您先忙 我告辞了 好 再见 陈大虎明目胀胆地要挟 使朱副市长提高了警惕 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大是大非面前 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小王 朱市长什么事 你赶紧安排一下 我要马上见省公安厅的罗处长 是 时间不早了 晚上罗处长是不是要安排 啊 魏处长刚才打过电话呢 罗处晚饭不吃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话要说 你说像苏倩这样一个记者 执意要揭开一个事实真相 我们对他应该怎么看 案情已经真相大白了 他应该满足才是 这不是什么满足不满足的事 我认为他这种精神我们值得学习 特别是我们干公安这一行 任何一个案子 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王菊的意思是说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他们认为只看到了浮在水面的那段冰山 而在水下的那一大部分 却没有被发现 你想一想啊 苏倩从火车站胡康安被杀以后 一直处在监视之中 高寒的母亲 赋印了胡康安的生死合同 在餐厅里交给苏倩的时候 发现有人盯梢 紧接着苏倩就被所谓的市委宣传部 指定去北京采访西部大开放 从接到通知到出发 只有一天的时间 当然了 很可能有人不希望苏倩待在龙山 可偏偏这个苏倩 在出发的当天上午 自己一个人去了葫芦湾 拍到了一些照片 高寒在我们的指使下 对苏倩进行了变相搜身 苏倩一怒之下 就返回了龙山 在治安检察站 苏倩遇到了黄满江 黄满江谎称自己在海边没有拍过照片 来刺探苏倩的下意识 证明了苏倩身上确实有胶卷 直到苏倩回到家里 冲洗完了胶卷以后 就遭到了袭击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黄满江这个脑袋能够策划得了的 几乎是天衣无缝的计划 一定还有一个人 谁 谁 我不是在跟你分析吗 是 那有什么线索吗 你刚才说到 罗处长为什么会跟他们有这么多话要说 我想有 很可能他们会谈到撕开的矿 和劣质的矿井安全设备 还有一个什么姓陈的人 你忙吧 我就不打搅你了 老韩 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好 有一点你们放心 这妖风再大了 它也掀不可以妙底 再猖狂呢 也抵不住正义的剑 我不勉强你们 我非常理解你们 我可知道啊 你们两个 还够留了一手啊 你们是担心我罗一帆呢 总是省里来的人 说得再好 那迟早还要走人 对不对啊 罗处 我知道 我呢 也是从地方上 调到省厅来的 所以对地方上的情况 也是非常了解 我不勉强你们 这样吧 你们平时 要是回忆些什么 就随时随地的 到宾馆去找我 或者呢 打手机啊 好吧 走吧 同志们 朱市长大家都认识 我就不多说了 这位是省厅的罗处长 大家欢迎 看得出啊 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涨 好啊 是啊 这个案子可以称得上是腥风血雨 弄得我们大家有点找不着北了 现在嘛 雨过天晴了 我们大家能不高兴吗 啊 尤其是高涵同志 当了十几天的通缉犯 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啊 所以说 市政统正在考虑 要授予高涵同志 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 好 我谢谢大家和领导 不过我高涵 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英雄 真要称得上英雄的 应该是我们的董大队长 我呢向大家宣布一个决定 王为民同志 要去党校学习 市委市政府决定 由田广平同志任代理局长 本来汪剧长要亲自来的 由于临时有事 托我向大家告别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田广平同志的工作 让他跳出来充分表演 才能报复出他们的阴谋 是啊 另外我觉得 这次斗争的性质 是越来越复杂了 对啊 你要和高涵谢伟花他们 加强联系 是 哎 弟弟 韦华干嘛去了 又去矿山局了 这两天 只要她一有空 她就往那跑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份是吧 哎 你是倩倩的同事 对了 怎么有空到这来了 哦 嗨 正好路过这里 车坏了 哦 要不要我帮你去看看 哦不用了 我刚才找人了 一会就过来修 好 有什么事你就说 别客气啊 好 再见 嗯 喂 诚哥 我人给你捐了十万业人民币给王晓 好多半句慈善大使来了 老五 郑总 不堪精神重负的柳芬选择了逃避 他变卖了家产 离开这座让他伤心的城市远赴南美之力 这种民事纠纷的事儿让110的同志一定要把它做好了 是 是 喂 那位 亲爱的 你好几天都不来了 瑟瑟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打电话吗 人家挺想你的 你今天晚上来好不好 好 我给你包好了鱼池汤 另外 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这件事办了吗 好 知道了 我还要开会 等我们见里面的时候 啊 进来 天局 是何方 怎么样 有什么情况 谢伟华昨天去了矿山局 到处打听秦家居的事 谢伟华还在私下调查 这谢伟华也是 组织上的话他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那怎么办 他都问了些什么 就是秦家居生前当局长的那些工作问题 主要是经济问题 秦家居生前还有经济问题 对 前一段的调查呢 很多人都不敢说 这次去他们看是动真额的了 所以才说出秦家居收受贿赂的事 除了收受贿赂 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说他私下里开了两个矿 开矿 对 是跟别人合伙开的 不过他没出钱 是靠手中的权力入了干股 一年能分不少钱呢 不过都是些传闻 没有证据 我知道了 天局 那谢伟华怎么办 我找他吧 让他说清楚 好吧 那我走了 陈大虎那儿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我派人一直在他家附近盯着 可是没什么动静 知道了 那 你去吧 哎 怎么了 天局长 你们公安局的人 拿走了我的矿区分布图 矿区分布图 谁拿走了 谢伟华 不会吧 谢伟华是我的人 大虎 你就放心吧 嗯 林广瓶 在撒谎 郑总 他也许不了 请 这个老狐狸 是黑伍 看上去还挺牛的啊 老汪老甜的喊 好像和咱们菊头关系不错 好吧 要不咱俩去葫芦湾吧 来别 还是先向菊头汇报吧 免得又说咱们擅自行动 行 那先回局里 对 优优独播剧场 喂 喂 四次 怎麼樣了 李恩我已經取出來了 能力太多我一時也取不完 我快到家了 怕你惦記著 所以先給你打個電話 好的就這樣 你再把電話給你,讓我慢一點 您好 明昂契票處嗎 對,不是 我想查詢一下 經香港飛巴西的航班情況 您還在等於現在 好,愉快也好,我在這兒等著 我什麼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没问题 还有是这样 我现在还没有具体定下来 到底走还是不走 那当然 定下来之后我会尽快的告诉你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 來吧 楊女生 你在幹什麼 聽說你要走 我來送送 你走了 你要不走我就叫人了 要么我就抱歉 不會 也不敢 你什麼意思 因為你不想讓別人知道 是你親手殺了你老公 你胡說 你別血口噴人 好 你現在就可以打電話報警 公安局五分鐘就到了 你什麼意思 讓你去 別害怕 咱們坐下好好談談 你說吧 你要什麼 要錢嗎 我給 這個錢我不能給你 他不是我的 誰呢 我不能告訴你 是你老公親家居的 還是田廣平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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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啊 有人嗎 怎麼了 怎麼了快在在裡面 啊 啊 啊 好 美人 刚才那个人是来抢钱的 对 刚才那个人是来抢钱的 赶快报警啊 不用了 不用麻烦了 这怎么能是麻烦的 我们警察就是干这个 不用了 谢谢 真的不用了 杨女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 那个人我认识 认识 对 我认识 我们 我们是朋友 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 就是 是 是那种朋友 我们两个好 你明白吗 不对吧 朋友 抢你钱 不算什么抢 那你刚才大喊大叫的 干什么呢那是 我害怕 他 他 他当时的那个样子 让我挺害怕的 所以我就 不对吧 朋友 从后门跑 他 只是 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 你知道的 老秦他刚死 我怕别人讲闲话 杨女士 你这个朋友 跟秦局长的死有关系吧 不不不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老秦死了之后 我们才认识的 杨女士 你能告诉我 你这些美元是从哪来的吗 这你可能管不着吧 当然管得着 关于老秦的这个案子 该查的事情特别多 包括这些钱 这个钱跟我老公没关系 我是替一个朋友保管的 朋友 哪个朋友 我不能告诉你 要没什么事 我请你走吧 不行 我会有很多话要问你 该问的你都已经问过了 我也没什么好告诉你的 我问你 矿井透水是怎么回事 矿井 透水 什么意思 你不会不知道 矿井透水的事吧 你还有完没完了 真是莫名其妙 你给我老实回答 你老公秦家居是因为什么死 是不是因为矿井透水的事 这我还要来问你呢 你们这些警察是干什么吃的 一个案子颠来覆去的 查了这么长的时间 还好意思来问我 你要没什么事 就赶紧走吧 我要换衣服了 请你回避 好吧 杨女士 关于你那个所谓朋友的事 我们会查清楚的 老公 大伙计也不错嘛 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 哎 局长 你要喜欢就留着吧 我说的 嗨 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 只要您不认为我是在贿赂您就行了 你不认为是在贿赂您的 杨女士我刚才那个包 哦 好 你等着我去帮你拿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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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